大脑是人体中最复杂的器官 它的存在令人觉得美妙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有着相当多人类大脑所创造的事物 人类将飞船送上太空 它们总结自然规律 以及它们创造艺术和音乐 它们的出现都源于我们的大脑 关键是 我们可以模拟一个这么神秘且美妙的大脑吗 答案是 从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的 接下来 我们将会认识 如何从大脑的神经元开始构建 从而模拟出具有生物性质的大脑网络 这是内脑智能系列的第一集 如何模拟一个大脑 在本集的视频中 我们将会了解大脑的基础组成部分 也会了解如何去模拟大脑 甚至用不同的方式去模拟它 我们将从基础的神经细胞出发 到最后的未来探讨 让我们从最基础的部分开始 人类的大脑大约有1000亿个神经元 他们有接近千万亿个突出连接 进行彼此沟通 他们相互连接 形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网络结构 我们称之为神经网络 除了神经元 大脑还有着远超过神经元数量的辅助细胞和免疫细胞 它们相互配合 共同运转的这个器官 同时 大脑由相对独立的脑区所组成 不同的脑区内部也进行相互连接 形成一个信息通讯网络 我们关注一下大脑的基本单元 神经元细胞 神经元细胞由竖突 胞体 轴突所组成 我们可以把每个胞体 当作一个精密的电信号处理系统 它从多个竖突接收电信号 这个微小的处理器 会将收集到的电信号做一个整合 再将这个整合的电信号连着轴突传送出去 我们已经了解了神经元 下一个就是 神经元之间是如何相互连接的 其实就是一个神经元的轴突 和另一个神经元的竖突进行连接 这个连接的接口 被称为突出 突出的功能 就是负责将信号 从一个神经元 传递到另一个神经元 关键的是 大脑中最常见的突出 它可以由数以百种的化学信号进行调控 比如说多巴胺 血清素 肾上腺素 等等这些我们常听了到的化学物质 都在大脑的内部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本质上 它们都作用于突出 从而实现调节和控制神经元之间的 电化学信息的传递 而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这个电信号 其实就是神经元之间的相互通讯的信息 我们已经了解神经元的基础组成部分了 它的电信号是如何产生的呢 这些神经元相互连接 就像电线一样 传递的又是电信号 是否可以用电路来进行模拟呢 从某种程度上 神经元的电信号 可以使用我们常见的电容 电阻 模拟出电信号的产生 以及传播过程 在1952年 Alan Hodgkin 以及Andre Huxley 发表了一项成果 这项成果让神经科学 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在实验中 他们使用枪乌贼的巨型轴突拿来做实验 因为 这类乌贼的巨型轴突直径 可达一毫米 那是绝对肉眼可见的 这直径 可比人体内部的神经轴突要远远大得多 因此 非常适合做实验 他们将电疾 放入枪乌贼的巨轴突细胞中 首次记录到了神经元传递的电信号 电信号的产生 与神经元的细胞结构 以及细胞环境相关 神经元细胞的外表面是细胞膜 由双层的零质分子所组成 它将细胞的内外给隔绝开 细胞内外基本都是有水 蛋白质 离子和糖所组成 我们重点关注这些带电离子 因为电信号的产生与它们密切相关 离子在受到静电力和扩散力的作用下 在细胞膜内外来回不停地游动 细胞膜通过磨两次的离子积累 从而存储电荷 因此它扮演着电容的角色 当细胞需要特定的离子时 就需要依靠细胞膜上的一种特殊的蛋白质 离子通道 它可以让特定的离子通过 比如说 假离子通道就是让假离子通过 纳离子通道就是让纳离子通过的 离子通道控制离子的出入 因此它扮演着电阻的角色 神经元电信号的产生以及传递 实际上就是细胞膜的离子通道 在精确地调控离子 在特定的时间流入或流出神经元 从而产生了电信号 基于这些理论基础 Alan Hodgkin以及Andre Hawksley 使用羌污贼的实验数据 他们使用基于电容和电阻的物理模型 成功模拟了生物神经元的电信号产生 以及传播过程 因此他们提出了物理模型 为生物神经元奠定的理论基础 因为在解释电信号的产生 和传播方面的贡献 他们二人在1963年 被授予洛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我们已经了解 如何模拟一个神经元的电信号 那是否可以模拟一个 有着上亿神经元的大脑呢 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在2009年的TED大会上 来自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Henery Margarine教授 向公众宣布了一个计划 他们将会在理解大脑结构基础之上 用超级计算机来建立一个大脑模型 从而模拟人类大脑的860亿个神经元 以及接近千万亿的突出 这个项目不仅仅是理解人类大脑的本身 或者是人类大脑的智能的奥秘 甚至还可以为脑疾病找到另一种治疗方式 这项计划得到了欧盟政府的巨大支持以及关注 问题是整个大脑的神经网络 真的可以使用计算机模拟出来吗 实际上相当的困难 这不仅仅是计算模拟的复杂度 更是来自于生物大脑本身的复杂程度 他们也不得已转移到另外一个方向 模拟大属脑袋里的体感皮层中的一部分的神经网络 该成果在2015年发表在了CELL学术期杆的封面 在这个模拟当中一共包含 三万一千个神经元和三千七百万个突出 他们对大树的脑袋进行切片 每片接近三百微米的厚度 进行实验分析 从而获得相对应的数据 比如说不同类型神经元细胞的电信号变化是怎么样的 它们的结构有什么区别 它们在什么位置 它们是如何连接的等等 有了这些实验数据 就可以使用计算机去构造这个大脑模型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 这个大脑模型并不是和真实小鼠完全一模一样的 它模拟的是 有着三万一千个神经元进行电信号传递的神经网络模拟 这个模型遵守着实验数据的依据 模拟的神经网络与真实的大鼠脑袋的神经网络 有着一定的相似性 实际上要模拟出这么一群神经元 IBM公司为这个项目贡献了一台称为蓝色基因的超级计算机 它对应的算力以及功耗也是极其惊人的 但它也只是模拟了拥有三万一千个神经元的生物神经网络 如果要模拟整个大鼠的脑袋 甚至是高达一千亿个神经元人类的脑袋 这个所需要的算力以及功耗可能要远远抽出我们的想象 那模拟大脑是否就不能实现了呢 其实也不是 考虑到超级计算机来模拟大脑的成本以及复杂度 另一种模拟大脑的架构以及芯片被提出 它称之为神经理坛芯片 它使用的是简化了神经元以及突出模型 来模拟生物神经元的电信号传递和产生 在芯片的内部 模拟神经元会释放电脉充信号 通过模拟突出传递到下一个模拟神经元 从而模拟生物神经元的信息通讯方式 在2014年 一款来自IBM研发的神经理台芯片 True North在Science学术期刊上公布 它具有100万个模拟神经元 以及2.56亿个模拟神经突出 在芯片面积只有4.3平方厘米的情况下 能耗却只有不到70毫瓦 同时这种芯片能预计一种基于生物神经元的算法 能执行相当多的智能推理任务 那模拟大脑是否快可以成功了呢 实际上用超级计算机去模拟的生物大脑还没能实现 因为大脑内部不仅仅是神经元去产生电信号 还有大量的免疫细胞和辅助细胞 尽管现在的大脑模型能够模拟足够多的细节 甚至可以更加精确 但对于大脑这个极其复杂的生物组织本身来说 目前的模拟还是不够的 因此目前使用超级计算机去模拟大脑 还需要更多的发展 另一方面使用神经理台芯片去模拟大脑的信息通讯方式 它会是一种模拟大脑的方法 实际上它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内脑智能或者叫脑启发智能 内脑智能芯片和大脑本身的形态以及功能结构肯定是不怎么相似的 但是它借鉴了脑信息的处理方式 或许它能够诞生一种与生物智能相似的智能模式 比如说蚂蚁军团井然有序的觅食 小鸟在南天平滑的飞行 性格稳定且高效的导航 甚至一些更高级动物的行为任务 这些由生物表现出来的智能形式 内脑智能在未来是有很大的可能性去实现的 那怎样才能实现大脑的模拟呢 本质上还是需要人类对大脑这个生物组织进一步的了解 尽管科学家已经在脑科学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认识 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 但目前还有着相当多的未知问题 比如说我们已经知道神经元是如何产生电信号的 但我们还是不清楚 这些由神经元释放出来的电信号 具体表示的是什么信息 再比如说 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不同脑区的整体信息流动过程 但目前还不完全清楚的是 各个脑区之间的神经元是如何相互连接 相互作用的 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 但每一个问题 他们都需要大量的科研人员的投入 随着对大脑的深入了解 在未来 模拟一个具有生物性质的大脑是有可能成功的 那模拟这么一个大脑 还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 模拟大脑的出发点还是在于更好的理解大脑 从而帮助大脑 世界上有着大量的脑疾病患者 比如 阿尔茨海默症 抑郁症 脑损伤等等 在研究治疗每一种脑疾病的过程中 都需要大量的人力以及物力 使用超级计算机模拟的具有生物性质的大脑 或许可以提供另一种解决方案 比如 在这个模拟大脑上进行药物的实验 再或者 模拟一个基于疾病模型的大脑 设计治疗方案 从而将这种疾病大脑模型 调整为正常大脑模型 除了在理解和修复大脑的基础之上 或许还可以强化大脑 比如 使用神经理台芯片 将它与大脑进行结合 或许可以帮助大脑更高效地处理信息 强化大脑原有的功能 实现大脑功能的延伸 这个技术 它也已经在发展的路上了 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 人类对于自身大脑去连接一个模拟大脑 就如同我们在生活中 使用手机和电脑一样 实现我们的信息通讯 信息存储 以及别的功能 从而实现更好的辅助人类生活 尽管如此 人类在未来使用这项新技术的时候 除了给社会带来发展之外 还会有一系列的问题 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在未来 随着更好的模拟和认识大脑 在认识大脑本身的同时 也在重新认识 我们人类自己 欢迎订阅频道 和我们一起 加入这科学学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